你有看到任何問題 在工作為黑人的男人嗎 你和一個深淵中 會有問題 黑人鋼琴家 聘請白人保鏢當司機 兩人之間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電影《幸福綠皮書》 改編自《真人真事》 故事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 片名取自於1963年 美國政府印製發行的 《黑人司機綠皮書》 內容記載著黑人友善場所 分佈的城鎮及地區 與電影想要傳達的種族議題 互相呼應 因為它需要勇敢 改變別人的心 來吧 離開 你不會跟犯人贏 你只會贏 你會維持自己的正義嗎 你不會知道自己是老人 你 Mr. Big Shot 做為富豪人 所以如果我不太黑 如果我不太白 就告訴我Tony 片中描述兩位主角 從一開始互看不順眼 到最後放下對彼此的沉見 發展出一段 超越種族的深刻友誼 感動又暖心 而在228紀念日當天 新北市長侯友宜 與各局長官 受邀出席特應會 表示對於新北市多元的新著名文化 希望大家能向幸福綠皮書看齊 用愛與包容的精神 一起建設新北市建設台灣 228紀念日 228紀念日 大家要抱著一個愛跟寬容的心情 不要有番禮 不要有階級的對立 讓我們能夠和平的融洽在這個社會上 大家好好的團結在一起 讓我們建設新北市建設台灣 幸福綠皮書不僅獲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 最佳原創劇本及最佳影片等三項大獎 也在台灣創造出2650萬的票房夾擊 針對文化的多元包容與尊重 也是台灣的重要議題 如何達到種族之間的和諧與共融 需要大家一起關心與努力